這個焗爐的情況就是這樣 鍵沒有反應 有反應 這個沒有反應 Cancel有反應 Failer沒有反應 Warm有反應 Self clean有反應 Cook and hold有反應 Core有反應 Timer沒有反應 Ovel有反應 1有反應 2沒有反應 3沒有反應 4沒有反應 5沒有反應 6 7有反應 8 9 0也沒有反應 Cancel有反應 即是說有部份的按鈕可以 有部份的按鈕是不行的 現在我們嘗試 換了面頭這個 Monbrang Switch 這個觸控手把 觸控面板 換了它 看看有什麼情況 我們首先 當然要先關掉電鍵 不管是煤氣爐也好 電爐也好 我們要先關掉電鍵 把開電鍵 放在開電鍵 把它關掉 關掉 關掉 就可以放出 掃電鍵 關掉電鍵 可以看到 沒有數字 可以安全 那這個爐呢我們一定要把它拉出一點 大約拉出兩三吋 才可以拆到面板出來 兩邊搖動它 就可以拆出來了 拆出來之後呢 我們看到這個爐 是一粒螺絲在這裏 兩邊都會有一粒螺絲 我們要拆掉螺絲這個面板才可以拆到 那我們先拆掉這口 這個十字螺絲 快點拆了出來 放好一粒螺絲 來到另一邊的時候 我們同樣找回 那粒十字螺絲 我們就拆掉它 拆掉之後呢 我們就打開鍋爐了 這樣呢 我們就打開鍋爐 我們看到 四粒螺絲在上面的 這個位置就是 1 2 3 4 分別有四粒螺絲 我們就拆開鍋爐 我們就拆開鍋爐 好 OK 拆掉四粒螺絲之後 我們就可以關門了 記得放好四粒螺絲去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 四粒螺絲 拆走它 拿著它 向上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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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四粒螺絲去 我們就可以看到 四粒螺絲 用四粒螺絲 拆開鍋爐 要把四粒螺絲 用四粒螺絲 再把它拆開鍋爐 再把四粒螺絲 拆開鍋爐 揉四顆黃絲之後拿著它 然後揉整顆解決出來 我們拿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連接線拆掉 這兩條就是面板的控制線 我們拆的時候要用鉗子才拆到 因為它插得很濕 我們試一下用手拆不拆出來 拆了一條 我們再將另外一條拆 拆好兩條接線之後 我們就把新的插進去 試一下 新的兩條接線都是一樣的 一個用前一個用後的夾子 相反的方向是拆不入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拆錯 我們斜著地拆下去試一下 再加一條均勃 接着第二个,我们就开电键 我们开电键的时候,就看到钟在跳 理论上,我们这个触摸器已经代替了面部的触摸器 理论上,我按电键的时候,它应该有反应 Bake有反应,Loy有反应 主要的touch key 很快 Time也有反应 我们可以测试时间 2 0 OK,好 即是说这个面板换了之后,就完全代替了这个面板 即是说这个面板是真的出了霉 我们只要把这个面板换了下去 这样的谷料就完全正常操作了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证实了这个面板是OK的话 我们先关掉它 这个可能是更多 暖的 不是暖的 不是暖的 是什么 不是暖的 是什么 是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我正在控制这个 其实现在已经完全代替了 OK 那我们的功能就是说这个完全正常 好了 那我们这个时间呢,就将它的电子 再关掉它 关掉它 关掉之后呢,我们要将整个面板拆出来 好,我们关掉它 好,我们关掉电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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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板拆回它先了 不要乱来乱去弄坏 那我们拆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按钮 接下来 把兩邊搖動 搖的時候千萬不要拿著那條線 只可以拿著黑色膠的部位去搖 要先拔斷 這個面板就會成功了 8幾元就走光了 如果你的手指不夠力 我們就可以嘗試用鉗子 鉗對的位置 千萬不要鉗出來 鉗出黑色的部分 等全鉗出來之後 放好這件零件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拆了底線 先把它拆掉 先把手指拿著 因為它沒有了底線 沒有了電線 就開始會掉落地 整個 panel 小心找這個擋好 拆好螺絲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連著電線 拆走它 有1、2、3、4、5組線 5組線都不會拌亂 不用擔心 我們可以拆掉 這個綠色按鈕 拆了綠色按鈕 它有柱頂著 不會裝錯 不用擔心 到黃色按鈕 我們也是這樣拆出來 黃色按鈕也有柱頂著 不會拆不下的 不用擔心 到這幾條控制線 我們稍微搖動 稍微搖動 也不會裝錯 拆轉地面是插不入的 到這組 因為它的頭部 那個針數是不同的 所以也不會裝錯 拆出來 我們看到 這個是小一點的 針數少一點 這個針數是多一點的 不會拆亂 最後這一組 也是針數最多的 不怕拆亂 我們拆出來就可以了 拆轉 是插不入的 不用擔心 好 好 好 拆了之後 整個面板就拆了出來 好 我們拆到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我們呢 需要將這個控制的底板拆走 才可以換這個面板 拆後 這個控制底板有兩顆十字的螺絲 這個位置是很矮的 我們可以有兩個方法 拆一走 第一個方法 就是把上面的殼拆走它 拆四顆螺絲 拆走它 但是呢 這兩個螺絲是很難拆的 已經被面板遮住了 我們在表面是拆不到的 要撕走 要撕走 才可以拆到它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拆這兩個螺絲 但是這兩個螺絲 被上面的蓋頂住了 所以呢 我們這個螺絲批 就是放不到去拆它的 我們需要一支 特別小小的工具 一支 L型的 或者Z型的工具 來拆它 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 在這個時候 最有用的 可以拆到它 一下子 一下子拆 如果你們不想特意去買一支這樣的工具的話呢 可能也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找一支很短的十字批 所以你們都是去五金寶賣得到的 那我們拆下去 就可以拆到它 或者是你有一些很短的螺絲批 也可以用到的 但是 如果你未拆鬆它 怎麼拆呢 我們拆的方法 就要另外一個工具 就要另外一個工具了 放了下去之後呢 放了下去之後呢 我們找一支 的士巴拿 拆到會對的位置的時候呢 我們來放一個螺絲批 放一個螺絲批 放一個螺絲批 就可以了 按住頂 打橫拆它 按住頂才可以的 這樣呢 一下一下拆它呢 我們看到已經拆鬆了 我們可以用手去拆它 這個也是一個另外的方法 然後拆了之後 放一個螺絲去 拆走呢 哎呀 拆走的工具 小心的面板 新的面板 不要用東西砸到它 這個東西 好貴啊 然後拆了兩口十字螺絲去 這個面板呢 拆走了 這個控制 panel 我們看看 這個是一個時鐘的形式 控制面板在這裡 這個東西如果壞了 更貴啊 二百多元三百元差不多 我們先把這個零件好好的擺好 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想辦法把它拆出來 方法就很簡單 把它向外推 我們推一下 我們推一下 撕出來 可以透氣了 可以透氣了 這個就是壞的面板 這個就是壞的面板 可以留意 我們要撕出來 撕出來 這個就是壞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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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裝速度 可以透過 切去粉絲 把對面好 我看到這就壞了 這個可以啟動了 這樣不可以 這就不小心 這是壞的面板 這樣不是壞的面板 這個可以 可以把它放入 用來這裡 這個可以通行 把運氣 可以看到,剛才要拆兩套就在這裏 把膠紙都黏好了 這時候,我們要用另一個法堡 另一個法堡就是酒精麵 先用酒精麵 清潔一下 這時候做了大掃除的工作 油漬都清除了 火酒其實挺好的清潔劑 看這些貼紙 看 你看 火酒麵真的挺方便的 擦得多,就小心擦掉油漫 好 我們一定要把它徹底清潔乾淨 因為 有油漬在這裏,或者有什麼在這裏 我們這裏是靠黏的 如果它有污漬在這裏 可能黏得不好 所以我們要徹底乾淨 乾淨之後 我們要留意這個位置 看看原本的那裏 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不過 最好跟著它這樣 我們把這裏撕出來 撕下底 有沒有一樣 OK 好了 這個就可以 退役了 然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 撕開 撕開它 撕開之後呢 可以記得 在這裏伸回 插線下去 放好插線的位置之後呢 其實我們不應該跟著它 原來這裏會妨礙著 那裏線進去 所以我們輕輕撕開這裏 先把它撕開 小心撕開 小心撕開 不會撕破 不會撕破 在這裏線可以安全地穿進去 穿進去之後呢 好了 這個時間呢 我們要小心 黏靚的位置去 然後再用這個 抓它 在這裏面 上去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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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看位置 先看看 先看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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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撕掉 它纏好 把它 otractive frame 把它表進去 再看看位置 雖然跟尾片有些分別 但是我覺得可能會安全一點 OK 好了 我們再看一次 我這個控制掣號 它有兩組插線 有一個扣鍵的 扣住這個位置 這個扣鍵就扣住這個位置 這個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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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藍色的插線 這個綠色的插線 插線 不會插錯 放心 OK 好了 我們把這個 電板放進去 控制掣號 對回螺絲位 對回螺絲位放進去 就可以把我們兩個螺絲放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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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進去 再放進去 用一個小架 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我們會用這個工具 把工具放進去 用剛才的方法 用屁股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先把工具放進去 不要拆開這個工具 在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放出來 在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插線 剛才看不到我怎麼拆出來 現在可以看一下我怎麼裝進去 先把工具放進去 不要插一條膠 記得 插劑 扣按鈕 扣按鈕就可以了 我們看到這邊的扣按鈕 過了個 扣口就可以了 把工具放進去 把工具放進去 這樣就已經插緊了 就可以去安裝了 好了 我們把工具放進去 把工具放進去 就可以安裝了 用來 首先呢 先安裝上小繩elet 先安裝 這些 好 好了,我們就可以逐條線放進去 用排列的方法 把它打開 先放一些長的線 記住的方法就是 後拆先裝,先拆後裝 用排列的方法 最後拆個就裝這個線 很需要機器 看線的位置就會裝回 很简单,全部安装 然后把底线放在里面 底线就是这粒波丝 然后把底线放在里面 底线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用电批的 普通一条,一支手动的螺丝批一样可以装到 只不过电批就比较快 大家用手上的方法 上去之后,我们就把它吸进去 慢慢把底线放在里面 把底线放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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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用黑色的螺丝放在里面 轻轻拔它的键 方便我们这些螺丝 不要一次过拎死它 拔起它 所以它把面把底线放在里面 的绿片放在里面 这个可以用它 可以用anti线做 再把它铃地变在里面 把它铃到里面 它把底线放在里面 可以用它 把它铃到里面 真的硬着 准备一切 你看它的脂肪 記得不要拋棄 插邊手先後不太大 最重要是不要拋棄到實在 在這個位置的實在 在這個位置 豆花的雷斯工具 可以上去 這個螺絲筆也是太長 我喜歡弄短一點 不要想吃光 另外那邊 先把螺絲筆放進去 先把螺絲筆放進去 把螺絲筆放進去 把螺絲筆放進去 不要緊 先把螺絲筆放進去 先把螺絲筆放進去 把螺絲筆放進去 壓著 把螺絲筆放進去 沒有 好,我來收拾鞋子 What the hell is here? 為何我們經常提醒大家不要上緊呢? 因為機器的位置可能有少少偏差 如果在上緊,我們便推不動 未上緊,我們便推不動 現在幾口螺絲都差不多適合位置 我們便在收緊它 因為在下緊發折起來 所以我們不可能會按下緊 以前的硬件發折 我們可以按下緊去做 並且勾住 一旦再給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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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完成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裝上去 上去 我們也可以看到半圓形的位 它有一個半圓的位 半圓的位 跟這個半圓的位配合 所以呢 是向上去的 裝上去 先搖一下 OK 裝好了 我們就要開一個總鍵 開了電鍵之後 看來時鐘是在搶的 現在是 十點五十一分 好了 我們 10 點 五十 分 搞定了 好了 我們就試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0 Cancel Delay OK Delay Cancel OK 好了 做個試一下 Bake Good Hundred Degree before 三十五開始 OK Bake Cancel OK B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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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cel Bake Cancel B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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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m 它已經60度 Warm可以Warm低一點 Warm Cancel Self Clean 千萬不要用這個按鈕 會令到手機出現問題 所以 Cancel Cook and Hold Cook and Hold 我不懂用這個Cook and Hold Timer Cancel了Cook and Hold Timer Cook and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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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 一般溜碗 半溜碗 多點兒子